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第19集 那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一個 算是名詞解釋的一個概念 大家常常聽到 悶憎、淨論、預淨這些名詞 會在不同的器材上面聽到 比如說手沖裡面我們就常聽到悶憎 但是也有人說 那比較悶憎叫做淨論 那在意識機啊 或者說在其他的器材裡面 有人會聊說 這好像叫預淨 這些概念本身呢 有沒有差異呢 那他的核心目的是什麼呢 學長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其實以學長來說啦 無論是這些名詞怎麼叫 他的最核心核心的概念呢 其實就是 當咖啡粉 他還沒有碰到任何水之前呢 他磨完他是乾乾的 這個情況之下呢 如果我一次給他很多的水 或是說很快速的水 就像手沖啊 或是說意識也是一樣的概念 甚至愛樂壓 如果這時候粉是乾乾的 他一下碰到太多的水 那這個水呢 穿過去的時間也很快 快速穿過去的情況之下呢 因為咖啡粉其實磨得很細 但是他還是會有體積的 他是立體的 他不是平面的 所以呢 他還是有內進跟外進 就是咖啡粉的內部跟外部啦 那外部可能碰到水以後呢 水就過去了 你咖啡粉的風味呢 就只能釋放出一點點 甚至於是沒有什麼風味 但是呢 我們必須要讓咖啡粉 怎麼樣才能夠釋放出 比較多的風味 足量的風味 就是我們必須要讓咖啡粉的內外進 都吃飽水 換句話說就是 咖啡粉讓他吃水以後呢 我再給 更多的水的情況之下呢 裡面的物質 就比較容易被溶出來 然後呢 水過去的時候就可以帶走 這樣的概念呢 就等於說我們 必須先讓咖啡粉浸濕 再用水把這個浸濕的咖啡粉呢 把物質帶走的過程 其實這個就是很多 濾泡法強調的概念 那濾泡法包括什麼呢 像大家最熟悉的手沖 其實義式機呢 它也是一種形式的濾泡法 OK 或是說愛樂壓 這些都是濾泡法 甚至冰滴它也是濾泡法 所以這些 器材呢 它都有 預浸 或者是說就是 門針 或是 敬潤這樣的需求 它其實核心概念就是 讓咖啡粉都吃到水 這個過程之中呢 其實 每一個器材呢 都有它相應的 需要注意的部分 譬如說像濾杯 手沖濾杯 我們知道說為什麼門針 或者說 預浸都沒關係 或是敬潤都沒關係 名詞倒不是很重點 重點是它的這個過程 為什麼它比較容易失敗 因為這個時候粉就很乾嘛 對不對 我水給下去的情況之下 你的粉就很容易 抓不住水 就流掉 但是如果你這個過程做得好 是不是代表說你的粉都吃到了很多的水 那你下一個步驟 下次給水的情況之下 你就很容易把更多的物質 然後帶到你的下壺裡面 你就容易好喝啊 所以為什麼 悶針 對於手沖來說 相對來說是蠻重要的 那像 愛樂壓我們常常有這個動作 有很多人是會 先給一點的水 讓我的咖啡粉先吃水 然後再給更多的水 然後進行手壓的部分 觀念都是一樣的 所以延伸到更多的器材 譬如說冰滴壺 有些人也會認為說 我是不是需要先 給水 做一個進論 或是說像意識機 我們是不是要 給點時間 不要馬上就把壓力 釋放在我的咖啡上面 反而是 先讓我的咖啡 先吃一點點的水 可能等個5秒 我再用更高的壓力 然後進行做萃取 會不會更好呢 OK 所以同樣的邏輯 它都是為了 讓我們的咖啡粉 吃水 然後做到 讓下一段的萃取 變得更容易的過程 OK 所以名詞 其實無所謂 其實大家觀念一樣 弄懂就好了 那這個步驟 大家可以來思考一下 對於你的充足的 設計來說 是不是有必要的 能不能增加你的萃取率 OK 那我們今天硬派 Q&A就說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します